2000年,台湾提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战略 倡导通过主动攻势来替代传统的被动防守策略 这一创新思维迅速转化为实际行动 台湾军方制定了代号卢蝎的战略计划 在参观中山科学研究院的研发进展后 各相关部门全力支持雄风二型导弹的研发 不仅在政策上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还在资金上给予大力倾斜 使得雄风导弹的研发经费 从1999年的108亿台币迅速增至2003年的280亿台币 与此同时,军方也被要求全力配合研发团队的工作安排 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雄风导弹自此迎来了飞速发展 推出了多个型号 其中包括技术已非常成熟的雄风三型 即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更先进的型号 旧型号依然保留使用 这一策略反映了台湾在武器装备方面 坚持不断技术更新 以提升作战效果的原则 雄风二一型号 因其神秘性和部分性能超越雄风三型 而引起广泛关注 台湾对这一型号高度重视 并严密保守其秘密 经过二十多年的隐秘研发 台湾终于对外公开了 雄风二一型导弹的存在 揭示了这款导弹 在隐秘状态下取得的巨大进步 再一次备受瞩目的是射中 台湾媒体首次揭开了 雄风二一型导弹的神秘面纱 这次施射于凌晨四 古时在屏东的中山科学研究院 九龙基地进行 虽然图像模糊 但我们仍能看到 发射助推器启动和分离的震撼瞬间 尽管导弹主体的发射过程 未被详尽展示 这些图像仍揭示了 雄风二一型导弹的核心特征 和发射流程 引起了广泛关注 试验中 导弹在空中稳健飞行了一个多小时 成功达到了预定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 雄风二一学航导弹拥有多个版本 普通版射程为600公里 增程版射程则超过1000公里 分别命名为雄狮和雄笋 虽然此次试射未明确是否为增程版 但若确实如此 这将显著增强台湾军队的远程打击能力 使其能够在更远距离内 精准打击敌方导弹阵地 据称 该导弹最终航程可达3000公里 进一步强化了其战略威慑力 最近的动向表明 美国已同意向台湾出售多种先进武器系统 其中一些性能 甚至超越了台湾现有装备 这一举措 标志着作战思维的重大转变 从防御型策略 转向更加注重攻击和最佳防御的理念 雄风二一一度 被誉为台湾最具机动性的导弹之一 不同于主要用于反舰的雄风一 二三型 雄风二一是一款能精确打击目标的巡航导弹 最新消息显示 雄风二一增程版本已开始部署 这意味着其基础版本已达到战备状态 这种导弹的逐越性能 将使台湾军队能够在更远距离上进行精准打击 无需靠近敌方目标即可实施攻击 直接威胁沿岸设施和集结区 在特定情况下 这些导弹还可用于打击民用设施 作为反击敌方攻击的策略性工具 极大增强了作战的灵活性 雄风二一巡航导弹 是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的王台项目之一 这款导弹巧妙结合了雄风二版舰导弹 和美国战武巡航导弹的设计精髓 最终率预出一款低亚音速学航导弹 雄风二一导弹全场约6 25米学航速度约为0 85马克 在2020年4月提交的立项报告中 这款导弹被详细描述为 拥有高爆型和分散型两种弹头配置 高爆型专用于摧毁指挥所和掩体 而分散型则针对敌方机场 尽管雄风二一是基于雄风二型导弹研发的 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深厚 雄风二导弹是仿照美国鱼叉反舰导弹开发的 其普通版最大射程仅为148公里 即使是增程版也只有250公里 与宣称的1200公里相去甚远 实际上 雄风二一几乎是一款全新设计的导弹 命名为雄风二一更多是一种策略 旨在低调掩视其真实性能 不少专家认为 雄风二一导弹与美国的战斧导弹 在外观和设计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从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 它们的尾部和整体轮廓极为相近 两者在制导方式上也如出一辙 美军的战斧导弹采用地图匹配制导技术 通过对比飞行过程中 实际地形与导弹制导系统中的地形图 来修正飞行路径 这一技术同样被应用在雄风二一导弹上 极大提升了其打击精度和战斗效能 根据最新报道 雄风二一导弹采用了先进的地形匹配制导技术 并结合GPS导航系统 以极大的提升其导航精度 更为惊人的是 雄风二一导弹还配备了热成像制导头 这一尖端技术显著提高了导弹的命中率 保守估计 这款导弹的命中精度可以达到10至15米之内 尽管与美军的标准相比上有差距 但已经接近或达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战斗导弹的水平 这种技术优势并非偶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台湾中科院就已掌握了相关技术 当时台湾军队的导弹系统 如天弓导弹和23英寸导弹 主要用于拦截敌方飞机 甚至像爱国者导弹这样的大型系统也主要用于防空拦截 尽管已经研发出成熟的天弓三号反导防空系统 其主要用途仍是拦截导弹和飞机缺乏进攻能力 为实现更为有效的防御及威慑 台湾军方高层开始着手研发 能够打击敌方关键目标的进攻性导弹 1994年11月 台湾公开表示 只要预算充足 中山科学研究院完全有能力 研发出射程超过雄峰-2的中远程导弹 这一表态标志着高层首次公开承认 以着手研发进攻性武器 直在提升打击范围和作战能力 这一计划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6年 台湾军方开始大规模开发杀伤性武器 和中程投射工具的历程 相关开发资金被列为高度机密的优先级项目 除了天马中程弹道导弹计划 台湾还推出了进程的万箭计划和中程的雄生计划 雄峰-2E巡航导弹正是雄生计划的杰出成果 2000年 台湾提出了海外决战的战略思想 开始倡导以进攻替代防御的战略思维 并启动了蝎子计划 全面支持雄峰-2E导弹的发展 无论在政策还是资金上都给予极大支持 短短三年内 导弹研发经费从1999年的108亿元新台币 飙升至2003年的280亿元新台币 这款导弹成功验证了单枚导弹投放多目标和多弹头的能力 然而 项目初期的道路并不平坦 2003年8月进行的首次全地形匹配飞行试验后 接下来的五次测试均告失败 项目初期的主要技术难题在于燃料供给系统的设计缺陷 面对连续的测试失败 在2004年6月做出了严峻的决定 如果测试再次失败 将考虑终止整个项目 这一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 导致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被接替 在此期间 尽管新的雄峰-2E原型机已经完成制造 但焊接错误等严重技术缺陷仍存在 项目团队决定对原型机进行彻底整顿 并重新构建 经过一系列艰苦努力后 2004年9月和10月 雄峰-2E原型导弹终于成功完成试验 并在10月进行了试飞 经过改进的新型雄峰-2E 在次年春季再次成功试验 导弹在低空飞行超过500公里 准确命中预定目标 展示了卓越的性能和精确打击能力 雄峰-2E项目 在经历多次挫折后终于重获新生 这一系列成功试验 使项目组成员倍感振奋 项目从濒临失败的边缘回到了正轨 2005年12月 法新社援引台湾中科院内部期刊的报道指出 台湾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投入20亿美元 用于生产500枚雄峰-2E巡航导弹 为了迅速形成战斗力 台湾还成立了专门的巡航导弹部队 并计划将60架AT-3A教练机 改装为携带巡航导弹的平台 此外 中山科学研究院建议 在基德级驱逐舰上安装发射装置 以发射雄峰-2E导弹 但这一计划后来被台湾军方否决 令人瞩目的是 2007年 雄峰-2E项目的坚定支持者 突然改变立场 认为该导弹具有攻击性和挑衅性 呼吁取消其生产预算并将其冻结 直到2008年 台湾于12月3日重新审议 并通过了2008年的预算 解冻了雄峰-2E的量产预算 在2008年至2019年期间 台湾迅速批准了雄峰-2E的首个生产预算 该项目被命名为猎鹰计划 总投资达340亿元新台币 计划生产245枚导弹 2017年 预算中的代号改为集一号 随着台湾不断推进导弹研发和装备升级 一些新的导弹型号 也相继出现在年度预算中 例如2018年的飞机2号预算 和2019年的飞机3号采购预算 过去10年里 台湾始终在积极推进导弹发展 持续提升其战略威慑和作战能力 随着雄峰-2E导弹的量产 军方在导弹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据台湾媒体报道 第二批及其后续的量产型号中 对雄峰-2E导弹进行了改进 使其射程达到了惊人的1200公里 2022年6月24日 举行了生产线的投产仪式 这条生产线总投资 4亿元经过三年的筹建 配备了300加轮和50加轮的混药机 以及大型铸造罐等设备 该工厂的企业不仅增强了在海 空作战能力方面的批让生产和研发任务 还显著提升了导弹的年产量 雄峰-2号导弹和雄峰-2E导弹 将共享这一生产线 年产量将从之前的81枚增加到131枚 大幅提升台湾的导弹产能 随着雄峰-2E导弹的量产 台军的对地攻击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 那么具体有哪些部队已经装备了这款导弹呢 事实上雄峰-2E导弹早已部署 早在2013年 台湾网友通过谷歌地图的商业卫星照片 发现了雄峰-2E导弹的位置 这些照片显示了导弹装填车 指挥车和指挥控制车 间接证明雄峰-2E导弹已经量产并投入 关于雄峰-2E导弹的具体部署部队 2017年 台湾空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照片 显示简约791旅的场景 这无意暗示了 791旅正在使用雄峰-2E导弹 此举不仅大大提升了台军的整体作战能力 也为台湾的防御战略增添了新的维度 然而 因照片涉及敏感信息 很快被撤下 进一步调查 揭示了台湾-791旅的实际情况 该部队原本是台湾军防下注的604导弹大队 由641营 642营等6个发射点组成 在重组前 这个部队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 结合了地对空 反舰等多种武器系统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战略反击力量 随后 台湾军方借鉴美军经验 开始强调 空军在整体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战略力量逐步向空军倾斜 2017年9月 台湾空军防空导弹部正式成立 这一新组织 由之前的防空导弹部 和防空炮兵部合并而成 整合过程中 分散的防空导弹和火炮部队 被重新组织 以更好适应不同战局需求 这些部队被重组为5个旅 和一个防空控制中心 及一个综合保修工厂 除了791旅外 其他4个旅主要负责防空任务 根据网络上流传的照片 791旅下属第641营的第二连和第三连 驻扎在桃园市扬眉区的太平里营区 第一连驻扎在新北市的三下营区 此外 791旅还包括第642营的营部 和两个连驻扎在新北市台山区的明之路深蒙营 这一部署展示了台湾在防空战略上的精心布局 和全面提升 防空导弹部的综合保修厂 分别设立在桃园市的南看营区 竹南镇 苗栗县 以及桃园市卢竹区的曹仔齐营区 为了适应雄风2E导弹部队的扩充需求 台湾空军防空导弹部 不仅在现有地点加强了设施建设 还在屏东 万锦 新竹 湖口和关西等地 新建了现代化的掩体和导弹发射库 这些新设施的建成 标志着雄风2E导弹的部署 已进入大规模扩展阶段 目前 台湾拥有的此类导弹数量 可能远超外界预期 其技术成熟度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台湾此次突然公开雄风2E导弹的外形 不仅只在展示其强大的军事力量 同时也暗示该导弹已实现量产 如果这一情况属实 将极大提升打击能力 反映出台湾在持续增强自身军事实力过程中 取得的重大成就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期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